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欢迎各位 看了这么多期的节目 我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大家心目当中的美丽女人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来采访一下 这位帅哥 你来说一说 要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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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候胸一下也没关系 关键时候胸一下 重庆女人的性格 好 那么接下来时间 就让我带领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大家一起在今天晚上来 约会于美人吧 掌声请收我们16位 美丽的重庆姑娘 有请 在这里面的人 没有关系 用那边的人 约会于美人 要温柔 编心 要温柔 工教学 要温柔 要温柔 了 那边 这班牌 companies 很开心 好 再次欢迎我们 美丽的16位重庆姑娘 欢迎我们的余美人 在这要感谢 为我们现场16位余美人 提供服装的木拉服饰 谢谢他们 当然本节目由百合网 也提供了大理的支持 同样感谢百合网 谢谢他们 谢谢 在今天呢 我们又有两位新的余美人 加入到了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我们要欢迎一下他们 并且做一个相应的了解 首先请4号 为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王凡 用一句话来形容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我是一只鸟 充满了警觉 所以我一直在飞 然后我今天希望找的男嘉宾呢 是阳光帅气的那种 能够直射到我 能够穿透我内心的 一种阳光 谢谢 来 同样欢迎9号 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Linda 今年20岁 我对我喜欢的男生 没有可以的要求 我相信我的第一感觉 谢谢 祝福你 希望你在今天晚上 能够找到缘分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 16位余美人 在今天晚上啊 会有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出现 她呢可以说呢是 美丽大方 温柔动画 哇 你们一定很期待 是吧 但是如果看过我们 《影视男女》的另外一个主题季啊 最佳男朋友的朋友呢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她在节目当中呢 经常呢还会有一些非常挑剔的 非常尖锐的一些点拨 所以大家印象应该非常的深刻 所以在今天晚上 我们要把她请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 促成大家的约会 她就是 想想 欢迎她 欢迎想想 欢迎想想 其实呢 在节目之后呢 想想和我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啊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把你请到 我们的约会余美人的现场来吗 不是 只是因为我很漂亮吗 对啊 我前面也说了嘛 他们也说很期待你很漂亮 不过16位美女 大家都漂亮啊 这个不是你到现场来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他们不是说男人和女人 我们表面上生活在地球 但是我们在很早以前 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人 男人是来自 火星 火星 那你们呢 你们女人来自哪 那我们当然是来自 最贵的金星啦 金星啊 所以有时候 男人永远不懂女人的想法 女人永远不懂男人的想法 我想给大家请一个翻译 你觉得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外星翻译吗 做我们这样的一个宇宙大使吗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只会中英文同步翻译 现在我知道原来我还可以 精心加其他心的同步翻译 其实我已经脱离了地球人的行列 大家不要觉得我语言很丰富 谢谢大家 好吧 我们一起来几个掌 互相鼓励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要让我们的男嘉宾 来开始约会了 好吧 好的 所以接下来时间 来 赶紧看一下我们第一位男选手 他的出场音乐 我们来倒数五秒 让他揭开面镜好吗 想想 我们一起来 好 5 4 3 2 1 请亮相吧 是个内双的帅哥 这个你会看得到 我刚刚他取掉眼镜之后 我又很认真的在看 其实我挺注意细节的 不过我倒是一直对他手上拿的这瓶酒 有点感兴趣 这个是我专门带过来的 这瓶酒是在法国的一间酒庄里发现的 这瓶酒在 你想送给我的吗 送给李嘉宾的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先送给我 李嘉宾喝不喝得到 全靠你懂的 好 开玩笑 来 先为大家做个自博介绍 让大家了解一下你 大家好 我叫钟伟财 今年31岁 我是一名拼酒师 谢谢 好 大家对于众伟财 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十二盏灯为你点亮诸体 原因 我就想问的 它是瓶酒 但是会不会那种 有酗酒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瓶酒喝很多 会不会 这个我们都是有自己的这种 特制力的 像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只是品酒 去品品酒中的那种美味 去找寻那种感觉 我本人来说的话 并不是很能喝酒的那种人 所以说我的酒力不胜 那还好 接着看一下吧 好 所以打消你的顾虑了 刘彦卓 男嘉宾 刚才你的解释 我可以理解为 你是一个自控能力很好的男人吗 有一些自控能力 但是我觉得一般自控能力很好的男人的话 会不会对生活和爱情少一些激情呢 所以大家为什么只是通过一个 对她的第一印象 然后就看到了那么多的后面的事情呢 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她的VCR 好啊 赶紧来看一下 我喜欢待在空气清新 温度凉爽的房间里 房间里有各种颜色的灯光 温度15-20度最好 因为这也是葡萄酒最喜欢的温度 我是一名品酒师 我叫仲伟才 我拥有敏锐的感官 能从她的色泽和口味中 捕捉到酿酒的葡萄 来自于哪块土地 我的性格偏内向 是个乐天派 苛求完美 追求内心的平和 我喜欢的女孩 可爱 甜美 清秀 你知道我在找你吗 你在哪呢 2号告诉我 哪一点不满意 所以你要别登呢 我不满意就是有两点 有一点就是外表过于稳重 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像我之前的男朋友一样 比较阳光的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选这个职业的话 肯定会有好多女人去找你去喝酒 最早我入这个职业之前的话 我也有你这方想法 但是恰恰相反 我生活之中遇到的都没有太多机会给到我 所以说一直到30多岁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遇到我心中的那个 特别心仪的女孩 小小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第一句话是什么 前男友 不是 因为我就只交过这么一个男朋友 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对比 你是想要再找一个跟她一样的男生吗 因为我不怎么懂 是就找一个能管得住我的 然后 这个31岁的男人肯定能管住你 你信吗 我觉得她管不了我 好 小有 现在很想知道 因为你是品酒师 然后你对红酒很了解 我们在场有16位女生 我就说一下我们3号 5号 还有我 还有我们的14号 你用红酒来形容一下我们 包括味道 对 不错的点子 试试看呢 因为很多人都说 红酒酒如女人嘛 每个女人她都有自己的风采 3号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优雅 很清纯那种感觉的 它很像是那种法国制的干红葡萄酒 而且它有一种层次在里面的 那5号的话 给的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清纯吧 这种清纯的酒很像是 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干白葡萄酒 而且很像那种气泡酒 第一次打开之后 就能让你感觉到它的热情 感觉到它的酒香的 6号给我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有个性 很张扬 很善于表达自己的这种感觉 这种酒的话很像是这种 法国那样的 也依然是干红葡萄酒 但是它的这种丹宁 会比较重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丹宁重的酒 一般都是比较酸涩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品尝这种酒的话 是没有办法习惯它的味道的 就是说5号跟6号比起来的话 6号会比较涩是吗 三边水的涩 好 那14号呢 14号的话是温柔吧 像那种意大利产的半干红葡萄酒 意大利的酒是很清和很清明的 然后它会给到你的那种感觉就是 你愿意慢慢地去品味它 你会不知不觉把这瓶酒 就喝完它的这种感觉 哦 我明白了 我听完了我得到的信息是 14号云音那种酒是最贵的 而且一口气想喝完 而5号刘彦卓这种酒 喝多了打嗝 有气泡 好 我觉得这样哈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好不好 你在工作当中所有的品酒 是不是真的能够就是靠品 靠喝 能够知道这个酒它的来历 它的身份 好吧 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 这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换酒杯的位置 一般来说我们品酒的话 会根据它的不同的味道 它的果香去慢慢地一点点深入 刚刚这三瓶酒来说的话 其中这一瓶是最弱的 它很绵软 很绵长这种感觉 这一瓶呢就比较刚硬一些 上来之后它的丹银很丰富 直接很有架构的感觉 直接扑面而来 以及这一瓶呢 它的味道更复杂一些 我们说把复杂的放到最后 其实就像它之前讲的 瓶酒就跟瓶女人一样 你看它放的这个顺序是 从最单纯的到最有故事的 对 所以现在你正在品的这一杯酒 你觉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 这是一款女酒 女酒 对 我们说的女人才喝的酒 女人会很喜欢它的味道 它里面的成分应该是戈海拉 戈海拉的成分就是很软 但人喝着不是很刺口 很舒服的这种 像这一款的话 就是比较阳刚一点的 它是属于那种很直接 很开放的这种感觉的 它就很像刚刚我评的那个 六号女嘉宾一样 它会给到人的这种 就很色是吗 很色 你是烈酒 像这一杯酒的话 它应该是莫尔维德的一个酒杯 最后一杯呢 这杯酒的话应该是 刚刚说的那种 戈海拉加了一点点的叫希拉 它的味道会很复杂一点点 它是属于柔中带刚的那种感觉的 好 韦强啊 刚刚三瓶酒也品完了 赶紧去揭晓一下吧 哇 第一支酒真的是戈海娜 法国戈海娜 2009年的酒 第二支 穆尔维德他刚刚是有讲到吗 也是2009年的穆尔维德 是这样讲的吧 哇 帅了 那第三瓶酒 好 我要假装我不知道 哇塞 戈海娜加希拉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问一下诸伟财 如果刚刚品的三杯酒 你分别用来形容 现场的三位余美人 请给出答案 刚刚我说的中间那边 比较刚硬的话 就是我刚刚说的是6号 逍遥 所以比较有个性 那第一杯呢 14号吧 原因 第三杯呢 哪个最有故事的女人是谁呢 对 最有故事的是谁 每个人都有故事不好说 众伟财一直有提到 他最喜欢的口味是第一杯 哦 原因 然后刚刚第一杯形容的是谁 14号 原因 这杯酒 请出来你的味道了吗 应该有一点吧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 刚才看那个VCR的时候 他说他喜欢可爱甜美的 嗯 你觉得我是可爱甜美型的吗 这个有待发觉吧 真正的跟你相遇的那种 有缘分的人的话 他会让你有所改变的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 值得去品味的地方 我相信你也会有那种 比较甜美 比较可爱的部分的 这答案很满意 好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的16位余美人当中呢 还有5位余美人为他留灯 所以恭喜你众伟财 进入到了约会时间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 对 上去灭掉三盏灯 剩下两盏灯 然后回到现场来 是的 来 赶紧去 哪三个女孩是不想约会的 灭掉她的灯 大家可以给她一点提示啊 她开始说过三号流星去 哦 灭掉了 还是甘红她不太喜欢 我就知道六号一定会被灭掉 对 因为她说她现在这个年龄 不是想品尝这种酒 对对对 太烈了 好 那么这边三位 14号 15号 16号 16号是大叔控 她喜欢大叔 不过大叔把她裂掉了 好 周伟财 现在呢她是剩下了14号 原因和15号 苏不达 两位云美人的灯 那么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下她们 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4号 原因 兴趣爱好 旅游上网 抖猫 理想的约会方式是一起会猫 理想的约会对象是 身材匀秤 有商人的气质 我觉得比较符合耶 好 谢谢 来看下一位 一起认识一下苏不达 兴趣爱好 要跳舞书法 理想的约会方式 浪漫安静的地方 可以和自己跳舞 朱不达是一个 非常喜欢跳舞的女孩 理想的约会对象是 阳光有活力 会做菜更好 好 谢谢 周伟财 你今天还可以提一个问题 然后分别 要求14号和15号 做一个回答 是这样的 从最开始认识到最终相爱 一般都是要满足对方的 这种心理所想的 第一个选项的话是 你喜欢哪一个 第一的话就是被赞美 第二个的话是属于那种 收到礼物 第三个是属于 为你精心准备一份东西 第四个的话是服务的心态 你喜欢被服务 第四个的话 你们喜欢哪一个 第三个 这是什么 第一个是 精心准备礼物 好 苏不达呢 一样 因为我觉得要对对方 就是有一个很在乎的心态 而且你又是一个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像大叔一样的 我感觉好想让你照顾 所以你们俩选的 都是一样的选项 恭喜你 这个问题问了当白问了 好 现在请做出你的选择 这里是重庆美女的地盘 男孩子加油 一定要主动编舞 嚣张起来 会自称姐 真的很喜欢我 重庆卫视大型交友类节目 影视男女之 约会于美人 面向全程 首次发布 约会征集力 你想成为 于美人中的一员吗 性格活泼 身材火辣 聪明灵力 全是美女 只要登陆百合网约会与美人钻区 或者通过新浪腾讯微博 HCQTV影视男女 你就可以报名加入 给自己一个心动的理由 这个夏天 你会和谁一起约会呢 我能和你约会吗 我能和你约会吗 来 赶紧去 去吧 大家鼓励一下她 想想想你觉得她会灭掉谁的 我觉得她会灭掉 朱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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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因 诶 你看 我说话比较了解吧 所以你是同样和他们 来自机器的 当然 恭喜恭喜 恭喜 哇塞 众位财和元音 他们在约会余美人的舞台相识 他们将会一起共赴一次浪漫的爱的约会 恭喜恭喜 谢谢 那原音 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去一下你的猫吧 去看一下那些可爱的猫呢 可以啊 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去看 你拍到怎么样子 OK 没问题 然后稍后我们把猫全部灌醉 好的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我们的 饮食男女之约会与美人 刚刚呢我们的14号元音 已经去约会去了 是的 看到微博上有好多朋友都在评论说 元音是氧气美女 啊 氧气美女 是的 所以红酒是需要氧气来洗酒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众位才牵走她的原因 所以这就是缘分的巧妙 是的 好 元音去约会了 所以我们为大家兴起来了一位朋友 来 请现在的14号美女 来做个自我介绍有请 大家好 我叫刘欣 今年21岁 我非常喜欢成熟稳重的男生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 更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 我用我的真心等着你 我是14号刘欣 谢谢 好 我们赶紧来请出 下一位男嘉宾 听听她的自选歌曲 好 我们一起来摘一下她的面具 看一下她的庐山珍面部吧 好 美女们跟我一起来倒数 5 4 3 2 1 请亮相 谢谢 谢谢 来 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罗宇 今年25岁 在开这家私房菜馆 哦 私房菜的老板 对 罗宇 大家对她的印象怎么样呢 主要其实有一张明星脸 它长得有一点点像 某动画明星 嗯 大家看过老夫子吗 里面的那个大番薯 你们没有觉得它很像吗 它的侧脸很像 真的 侧脸 你要是像吧 她真的很有明星脸 难道你们都没有童真吗 为什么把灯灭掉了 来 我们看一下留着灯的5号 李文卓 你喜欢画漫画是吧 好的 所以你想把她 签回去约会的时候 再创作一个漫画人物 对啊 我很想画番薯 就因为这个原因吗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还是一个会做饭的番薯 挺好画的 嗯 来 9号 9号 男嘉宾我想问 你看你有肌肉吗 没有 我有肥肉 是吗 我很喜欢肌肉 她肌肉都拿去做四方菜了 好吧 我上个星期更胖 差不多170 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上个星期差不多170 那这个星期呢 怎么 两周瘦了差不多20斤 哇 什么动力让你瘦这么多呢 因为电瘦是我们所有女性 最关心的问题 你哥们真的是生意很差是吧 对 真的吗 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 就是那个太胖了 确实太胖了 然后我妈每天都在耳边 闹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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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谈恋爱长这么胖 以后30岁怎么得了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解肥 你可以找一个比较能折磨人的女友 然后把你给折磨得更瘦 那你想找一个身材比较 牵瘦的 还是想找一个比较风韵的女朋友呢 我想找个瘦一点的 然后给我动力 再瘦一点 因为我不高嘛 差不多像我这体重 就是要找个又瘦又高的是吗 所以你看到她的时候 你就有目标了 对 有动力了 对 好 大家对于罗宇 应该有了一个初步印象了 各位美女 来 走进她的生活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约会与美人 下面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今年25岁 目前在重庆进一家释放菜 店名呢 就叫窩子 窩子就是给人 很窩心 很像家的感觉 当时开这家店 是几个朋友 在一起闲着无聊 然后就提议 大家开家释放菜 因为都会做嘛 都是吃货 下面说一下我的爱好 我喜欢体育 我的电视 永远是放在中央舞台 什么田径 足球 篮球 乒乓球 台球 我都喜欢 但是最喜欢的还是足球 在朋友圈子里面呢 她是出了名的 那种怎么说呢 就是说比较踏实 比较肯干 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朋友圈子里面 都很羡慕她 也很佩服她 她自己创业也比较成功 在家里 也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曾经有一次和她唱K的时候 她一口气点了十几首歌 一直唱得不停 嗨得不得了 不过她的歌声很好听哦 现场的女嘉宾可以期待一下 请在座的各位女嘉宾 与美人们 给她一个机会 去了解她 去牵手她 16号 汪欢灭了灯啊 汪欢告诉我 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男嘉宾刚开始说 她是开私房菜的 我就觉得我比较有好感 因为我之前一直有计划 自己开一家私房菜 然后后面男嘉宾 她说到她比较喜欢瘦一点 然后高一点 我觉得我可能 不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因为我稍微的话 偏胖了一点 不好意思 罗宇 你觉得汪欢身材怎么样 问你呢 哥们 太远了 看不清楚 稍微有点清楚 不好意思 那你走近一点看 等一下 走进去看一下吗 不过境才能看得清楚 你知道 你既然走上来了 你就不能够光是说一个 身材好而不好了 你要形容一下汪欢 很丰满 很丰满 然后呢 美 绝对美女 重庆美女 好 谢谢 来 回到这边 3号 灵溪 灵溪为什么会灭灯呢 我觉得前一位男嘉宾 跟这位男嘉宾 一对比的话 简直是大无限小 我觉得那位男嘉宾 跟我挺般配的 然后跟 在看见这位男嘉宾之后 我真的觉得是不能够 人啊 不能够真的是那种凑合 是能够过的 哎 散了 还是灭灯散了 那么11号呢 因为我感觉的话 男嘉宾没有给我放电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对你没有什么感觉 是吗 你是没有放电吗 来 放一个 这么远看不见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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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借口 你就是想说 你又要走上来嘛 来 来 去 去 哎 我发现他真的很 会把握机会 要跟女嘉宾近距离接触 我先把你挡住 准备好了吗 3 2 1 电 哥们儿眼睛有沙子 对吧 翁翠翠 没有 没有 好 14号 刘欣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男嘉宾 你的私房菜馆 主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春菜和月菜 那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到底喜欢 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我觉得你虽然没有单独的 除了刚才11号以外 有单独放电 你没有真的注意 任何一个女嘉宾啊 你到底什么人是看的 邀约了 你看到了吗 邀约了 你要去电一下吗 你要再去电一下他吗 去吧 现在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 一定要比11号的网数大 那我要酝酿一下了 戳一下 怕电 是啊 对啊 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嗯 我看到了佳佳 嗯 抽出来的佳佳 来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请放电 哇哦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放电 我就是看电视学的 其实刚才已经有电脑偶了 满意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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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男嘉宾你喜不喜欢我呀 哎 不错 不错 真的感觉很不错的 我喜欢那个热情奔放一点 性格的女生 因为我喜欢那个唱歌 所以我想找个女孩 陪我一起唱歌 一起玩 一起疯 一起闹 好的 谢谢 嗯 因为希望听到他唱歌是吧 是的 你想顶一首什么歌呢 刘德华的吧 刘德华的 你会唱刘德华的歌吗 嗯 你拿手的是谁的歌 我拿手的孙楠的还不错 孙楠的 标高一首 对 洋葱什么都还不错 孙楠的洋葱 那赶紧来挑战一下吧 那你唱一唱吧 好好好 那男嘉宾给我们带了一首 孙楠的洋葱 不是孙楠的洋葱 我是孙楠的歌 然后洋葱维的洋葱什么的 比较高一点的 对 来 掌声鼓励 光阴的故事送给大家 谢谢 孙楠的花开 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洋葱 犹豫的七春 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怎么想 风筝在四季轮回的歌 比较甜甜的流着 风筝在四季轮回的歌 比较甜甜的流着 风筝在四季轮回的歌 比较甜甜的流着 哇哦 唱得很好 不过 似乎没有打动最后一个 为你留灯的14号 你刚刚还给他放了这么多垫子 哇 好浪费啊 没有打动他的心 来 说一下原因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也已经 给男嘉宾给了机会 可是我并没有觉得 他对我很有感觉 他可能真的不喜欢我的 所以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有关系 总有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5号 刘源泽 你要问什么 一些话 我很想跟男嘉宾说 其实一直以来 我对你印象就挺好的 然后也一直在为你留灯 然后当时你对他们 其他两个女生放电了 然后我才把灯灭掉的 也就是说以后 你不要随便地给别人放电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 我都有一股怒火 是真的怒火 说实话 在这个场上 你说你喜欢主动热情奔放的 我是所有女嘉宾当中 最主动 最热情 最奔放的 就是因为你乱放电 才把电跳闸了 有这样的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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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们儿 你一定是没有连续看 我们的约会与美人 如果电视线有 即将来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 男嘉宾 大家一定要注意 刘彦卓的特点 比如说 如果你给其他的女人放过电了 一定也会被他灭灯 这个小贴士送给那些 即将来报名的男嘉宾 如果谁对刘彦卓有兴趣 一定要保护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但是男嘉宾 其实你真的不用有任何的遗憾 或者不开心 今天很高兴 然后来参加这个节目 谢谢所有的嘉宾 然后我说的这些问题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 谢谢你 罗宇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祝福你早日找到自己的缘分 谢谢 谢谢你们 再见 再见 今天对李谦语呢 说我太喜欢放电了 我爱台上到什么电 就把灯给我灭了 其实我觉得还好 只是今天台上节目的需要 其实我生活上不是这种人 今天他们没选择我 是他们的损失 我一点都不灰心 因为他们不了解我 不知道我这个人 我觉得罗宇他虽然没有约会成功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那些约会成功的男女嘉宾 我就在想他们约会的时候 是不是会和在节目里面 聊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很八卦 我也很八卦 我很想知道是吧 赶紧来看一下吧 好的 在之前的节目里 爱咖啡爱浪漫的陶曼婷 最后居然牵手了 烧烤摊的摊主胡乔 这一差异化的组合 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那么马上陶曼婷 就会开始和胡乔的第一次约会 今天是6月15号 星期六 天气很晴了 我的心情也很开心 我开始期待和胡乔的第一次约会 其实我本身呢 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 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做主 但是今天这个约会呢 我想交给胡乔 因为我在场上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比较了解我那一类的男孩子 他还说要给我开一个咖啡馆 虽然只是玩笑 但是让人的心情很愉快 希望这是一个开心的约会 喂 胡乔 刚才胡乔打电话来说 今天的约会取消了 他说晚上9点钟的时候 让我直接到他的商场摊去 还是去吧 去做一做看一下 他有什么解释 哎 你们来了 现在时间已经快到9点钟了 我就在给婷婷 布置一个小学的清晰 到底要怎么布置 才能让婷婷开心呢 今天下午的时候 临时给婷婷打电话 说我不能复约 我知道他肯定会很生气 但是毕竟普通的约会 怎么能表达我对他的心意呢 我还是希望给他一个 不一样的浪漫的约会 哎 今天也来了 今天不是故意要重约的 就是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在布置 你看 现在可能我还没有 那个实力 给婷婷开一个咖啡厅 但是我希望他在我这里 也能感觉到同样的东西 今天来这边坐吧 其实今天开始的时候 挺生气的 没想到过来了以后 福桥为我准备了 一个很大的惊喜 但这是我这边的 商口的特色考猪鸡 已经用剪刀剪成一小块小块 吃起来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这怎么样 都很美味 又有玫瑰花 然后还有桌布 很慢慢的感觉 就是你白天在银行里面工作 然后晚上又到这边来 摆摊累不累呀 怎么说确实非常累 我一直在想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事业 有一份比较好的收入 现在辛苦一点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今天第一次见到台湾的天地 性格也非常适合 我感觉和我的性格是挺大的 你平时有些什么消遣啊 挺喜欢唱歌的 对 我也喜欢唱歌 但是我唱歌唱的是你唱 又没关系 其实我唱的也不好 我觉得我们俩中红一下 一走一又不就中红了吗 对 其实我和她聊天 然后发现其实她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男孩子 我觉得婷婷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 而且很温柔的女生 其实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啊 还有惊喜啊 其实是我送过的一个小费的女人 就是专门为你买的咖啡杯和咖啡豆 虽然现在我还没有担心让你拥有一个咖啡饮 好有心意啊 但是我会努力 以后我想可以将咖啡饮给你 我们一起經營 你觉得好吗 对吧 没想到福桃还为我准备了第二份金席 很谢谢他的心思 那我再去准备一下我们的特色 叫津津他们一起过来吃吧 来 津津的东西的心 来 津津的东西的特色 来 津津的东西 谢谢 总的来说这次约会 我觉得还是很成功 我们两个还有共同的爱好 我们都喜欢唱歌 最后送津津的小礼物 她也非常喜欢 希望可以和她继续地交往下去 我们应该会走得很远 其实约会就这么简单 是吧 不说这么多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男嘉宾 他们会让我们的愚美人 有人愿意去跟他们约会吗 来 这位单身男 请带着你的歌曲出现吧 你刚刚有点感觉是那种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的感觉 是 非常的有礼貌 我 真哥 你为什么要仰头看她呢 我说到一半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看到她下巴了 来 美女们跟我一起倒数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请亮相 嗨 大家好 我叫陈梦高 今年25帅 我目前正在进家宠物店 我的性格比较随后幽默 我目前的状态非常紧张 谢谢大家 看出来 好诚实的男生 好 大家对于我们这位候选男生 有感觉 请留灯 好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现场这些留灯的美女 刘远卓 根据上一位男嘉宾的经验 你打算在这位男嘉宾 她的这个约会之旅 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给她什么建议呢 我的建议就是 我对你有感觉 你不要对其他女生放电 我想问男嘉宾 你心目中你的另一半 是什么样的外形 还有什么样的外形 哪个性格能可以分配呢 高娇可爱的吧 你觉得在场女嘉宾们 哪个可爱啊 你们都很可爱 哎 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愿意更多地 去走进她的生活 了解一下她生活当中 更多的丰富的内容吗 说不定可以让那些 已经变完灯的余美人 会后悔的 来 赶紧看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叫陈本科 我非常喜欢重悟 目前正在进一家宠物店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管理宠物 通常还会参加 宠物的一些养货 例如修毛 染色 死派 这些东西虽然比较繁琐 其实我内心蛮开心的 我的性格比较幽默 随和跟我在一起 不会觉得那么无聊 我的爱好有很多 例如音乐 女儿 运动 我喜欢高娇可爱的女生 希望今天能遇见悉尼的她 来 我看一下这边10号 杨琪琪刚刚在举手 男嘉宾 你好 我就想帮我旁边的姐妹 说几句话 就那个雅妮她非常喜欢你 然后我请你留意一下 你好 她非常喜欢本科 为什么要 这个话要你说出来的 对啊 好姐妹呢 你怎么知道 她跟你说了呢 我们私下有交流啊 我们来求证一下这件事情 杨琪是吗 没有 她看到我的眼神 没有 然后一直对她放电 所以就会认为我很行 就是因为刚刚你才被电过 所以现在电还在自己眼睛里 对啊 现在然后我就电她了呀 你被电到了吗 给你一个机会再说一次 你被电到了吗 天呐完了完了 那男嘉宾现在对我是什么态对啊 嗯 你先看一看 我还是会关注你的 天秘 嗨男嘉宾 我一直想说 我有一只毛茸茸的B熊 然后他的名字呢叫公主 你可不可以当王子 你愿意吗 我愿意让我的宠物变成王子 我要你当王子啊 他可以不当王子 但是他可以当国王 那就当国王 他可以当王子的爸爸 好 可以去配公主的妈妈 可以 是吗 好 愚美人们 现在呢大家还有亮着灯的 说明呢大家还愿意继续 来了解一下沈本科 我们来看一下 在生活当中更加丰富的一面 来 一起来了解她 我很喜欢狗 平时跟狗也接触最多 我对他们非常了解 他们既调皮又可爱 有时候在家里会犯很多的错误 像到处大小便乱咬之类的 其实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引起我的关注 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婴儿一样 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呵护 她是一个很阳光很浪动 心态很好的一个人 她就是现实版的鲁智森 你跟她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冷场 为什么呢 因为她会想方设法的让你开心哦 和我约会吧 我这里很多可爱的可多 和她约会吧 在他们一下的过程当中 3号林欣 还有16号汪欢 两位灭灯了 什么样的原因呢 林欣 我感觉男嘉宾比较被动 我觉得我的那个男朋友的话 一定要是一个可塑之才 然后一定要有那种领导的才能 才行 所以说你不是我喜欢的菜 16号汪欢 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觉得男嘉宾的话 稍微年纪偏小一点 然后整个给我的感觉的话 不是特别成熟 我稍微还是喜欢那种 大男人主义一点的 我喜欢做那种小女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在我们的场上余美人 还坚持为她留灯的 有11号秦雅妮 12号甜蜜 我们来看一下 她们现在继续选择 留灯的原因是什么呢 男嘉宾 其实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太羞样 然后我就喜欢你很被动 因为我比较主动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甜蜜 你觉得你还有继续留灯的理由吗 我真的想找一个人 帮我一起养宠物 所以你是想帮你的宠物 来找一个宠物爸爸 你好有心机 对啊 好 现在两位继续坚持留灯 是吧 那么恭喜陈本科 你进入到了约会时间了 恭喜 陈本科 我们的11号和12号 对你已经相当了解了 不过她们是什么样的女人 她们对约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大屏幕了解一下她们 11号秦雅妮 兴趣爱好唱歌逛街 理想的约会方式是电影院 理想的约会对象脾气好 温柔细心 来看一下12号甜蜜 兴趣爱好泡温泉 蹦极逛街 理想的约会方式是咖啡厅 理想的约会对象有上进心 男人味十足 谢谢 本科 接下来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分别让11号和12号给出答案 你要问什么呢 就是永远改不掉的一个缺点 11号你有什么缺点呢 我任何缺点都可以为你改变 他唯一改不掉的就是愿意 为你改变缺点的这个缺点 12号甜蜜 你知道这个时候 你的回答是有难度的 竞争力好强 我其实真的有一个缺点 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是性子很慢 然后你可能跟我交流的时候 会比较困难 然后你就要 我们俩就是要慢慢融合 磨合 好 陈文科 两位余美人已经给出了答案了 这个时候你心里做出决定了吗 有决定了 是吧 过去灭掉一盏灯 牵手另外一位女孩 是吧 想象你知道 其实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约会面前感情面前永远都是 比如说现在雅迪她就很开心 不过我看到甜蜜 似乎就不那么开心了 可能她不喜欢我叫什么也行 反正很难受 对不起 祝福你们牵手吧 一起去约会 恭喜 祝福你们 我刚刚在VCR里面看到你的宠物好可爱 我想去你的宠物店看看可以吗 可以啊 那我们的约会就从我的宠物店开始吧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要再次的感谢 今天为我们约会成功的余美人 提供的价值1000元产品券的 穆拉服饰 以及呢 由宫崎爱妍美容会所 为他们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带金券 我们本次节目呢 感谢百合网的大理支持 以及酒区网为本节目提供的 法国原装进口葡萄酒 第二天的各位观众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同一时间 一起来约会余美人吧 各位 再见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